很多朋友都会问我 你怎样能成功在香港走上科研路 你怎样从内地走到美国 又从美国跑到香港念PhD 一切好像都发生得水到渠成 其实说起来我感觉我一直是在寻找机会 而机会已找到了我 听起来是机缘巧合 想起来其实也是努力的成果 我本科是念心理学的 课程由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及广州大学合办 穿梭中美两地之间 使我更立体地从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语言去了解心理学 念完了心理学的基础课程 我想我更希望成为一位学者 而要成为一位学者 研究能力与经验是必备的 于是我选择香港 一个好像是在家门口的地方去深造 而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 学校及社区科学硕士 更加是我从事心理学研究工作的 在香港教育大学 我遇到了科研路上的博乐 香港的教授不仅在自己的研究专项 不断寻求突破 他们更要为学生的方方面面着想 春风话语 润物无声 像我念硕士的时候 不断寻求做研究助理的机会 当时不少学系的研究岗位都以惑为人 但老师们还特别为我安排参与大型研究的机会 我也从而累积了越来越多的研究经验 这一点一滴汇聚成庞大的助力 从参与研究到独当一面发展自己的研究领域 较大让我有机会朝着自己的学术梦想 一步一步的迈进 明镜需要您的进入 我们还是要几次 只是我们的连读